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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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堂课是讲艺术解码 艺术解码的东西坐在后面绝对看不清楚 再讲一次想办法往前坐 最前面还有一排是空的 尽量轻松的 我在课很难打瞌睡 第一张slide先出来 这是往下吗 这样会打瞌睡吗 你们看这个会想躲到后面去准备打瞌睡吗 不会啦 这是什么 天气很冷 看到这个会觉得有点像夏天到海边很舒服 这往来大家都知道 我是个画画老师 画画教 画画 教艺术方面 也不是画画老师 我主要是艺术家 偶尔教教学生 这是什么 我教一堂课叫做跳跃性思考 跳跃性思考 不行不行我要停下来 请大家坐就定位 我的课会需要你们很大的attention 所以不要跟隔壁交谈 要交谈后面有办公室可以过去 然后保持安静 你要睡到后面去睡 在前面不要影响到别人为前提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一堂课叫跳跃性思考 不行不行 请大家坐下来 我记得这是高级班吧 高级班应该有样子吧 上课上课的样子 我现在在隔壁他们在考俊首 规定是穿制服打领带 服装遗容不合格 就是不qualify 就不能来考试 所以你既然要当民政府的官员 要有个样子 做有做样 上过我的课都知道 既然要当官员就要有官员的样子 不是一般百姓在街上听人家演讲 没有 我的课也是一流的 希望你们也 我尊重大家 大家尊重互相 这样我们就让他自己得到成长的机会 请尽快就做好吗 来 这个跳距性思考就是我给他一个物件 任何 随便讲一个 我给个杯子给小孩子 他要做什么 他要画跳距性思考 第一张图就是画一模一样 第二张就是根据第一张给他转换 第三张根据第二张再做转换 依此类推 然后随便他想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状况 大家慢慢看 这里面有几个凤梨 我开始问 认为只有一个的请举手 好 请放下 认为两个的请举手 至少看到两个 好 请放下三个的请举手 好 请看到四个以上的请举手 四个以上已经几乎没有 谁看到四个 来 举手一下 大概讲一下哪四个 翁来 我们现在在画翁来 题目是凤梨 四个翁来 你看这小朋友画四颗凤梨以上的 各位看得出来 有点像下午的自立测语课 没办法睡 头这张 这个大家看得出来 因为学龄前没有什么 但是算是凤梨 好不好 我们就给它算合格是一个凤梨 那因为是跳跃性思考 那第二个凤梨它跑到哪里去了 有人敢讲没关系 发言没关系 右上方这个啊 对 那它怎么看 因为它跑到哪里去削 对 by the way 我这凤梨完全不做任何动作 就是原来的凤梨 看你怎么去看 不做切割也不做削的 这个 它第一个画的人什么 太阳 它从凤梨联想到太阳 很明显嘛 第一个就在隔壁 那请问它为什么会联想到这 怎么看凤梨 看它看也看不到太阳 怎么看 会不会看 很好 有的人指出来 从上面往下看 那个凤梨头 上面不是有那些窗窗的 就当做太阳的那些光棒跑出来 所以变这个 再来 再来有很多 这是什么东西 时钟 时钟 你怎么知道是时钟 上面有数字 数字 什么数字 1到多少 阿拉伯数字 阿拉伯数字 有多少 27 27 那时间有空间27小时 对 但是又是一个好问题 谁跟你讲说一天只能24个小时 谁跟你讲一天一定24个小时 为什么不是25 我以前就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一天24个小时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能30个或10个小时 为什么每一分钟是60秒 为什么不是100秒 有没有想过 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 谁规定 怎么规定 那第一个规定的人是 为什么其他人要跟他 这就是我们开始想的 你过去都 所有台湾人都想说 这就规定 先带手的护照 先带手的护照 先带手的身份证 你以为这是理所当然 你要去挑战 你要挑战 为什么是这样子 他要跟你拍照 真的不是60秒怎么办 100秒也可以的时候 你要不要选100秒 10进位 那为什么10进位 为什么不是6进位 2进位 电脑2进位 为什么一定要是60进位 这可以想的 我今天不要讲那么多 我是讲说 这10中 那10进里面几根针 他有几根针 不一定三根 十针 分针 秒针 一定要三根 这上面那么多支 这怎么回事 凤梨真的那么多支 他自己想 如果三根也不对 他花很多支 但是他有生前 表示什么 10中在动 10进在走 学龄前我们原谅他27 OK的 那也是翁来 也是西津 所以他是从上面往下看 因为我们有根据那个 所以跳到这边 现在已经跳三个了 对吧 再跳下一个 跳到哪里去了 还有凤梨 我跟你说 这是翁来 会不会看 不会看啊 为什么这是凤梨 小朋友在画凤梨的时候 他画到一半 要刷一瞬举手 老师 我需要一把尺 揍啦 一支揍 我把我偷揍 我想说奇怪 画鳳梨 看他画嘛 有直线吗 需要用到尺的直线的凤梨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给他 因为我这个老师 就是另类思考老师 没关系 给你看你怎么画 他就画最左手边的 问题是怎么看 你们怎么看 没有切嘛 我刚才已经讲了不能切 就是照你凤梨去 但是不是切 你切开的话也只是剖面 但是它是什么 展开 很好 讲展开 对 就是展开 那问题是 有其他的老师 其他老师就说 徐老师你太多了 我跟你说 这怎么看 上面有1234567 有数字 然后一片一片叶子 就在这上面 一片一片走出来 他说我想太多 我说没有想太多 为什么 有所本有所根据 我们事情不能这样切开 它是有根据 你看上面是什么 他画了一个什么 车子 对不对 车子下面画了一个什么 轨迹 对不对 车子走过不是有一个轨迹吗 就好像如果 如果这是一个链子 滚下来 是不是就变成那轨迹 就拉出来了 有没有厉害 我没有解读过拖 真的画一辆车子在上面 表示他有这样思考 可是这个车子跟往来没有关系 唯一有关系就跟他 那条直线轨迹 厉害 这是天才小孩子 本来是三度空间的凤梨 化成二度 然后换成什么 加上时间面四度 再拉回一度 在各种不同像度里面跳来跳去 这不是天才是 后来也证明 这个是十几年前我要改 后来也证明他是天才 他现在在国外念书 念数学系 博士班 很厉害 他在台湾考上师大 为什么考上师大 因为他其他科都不行 就数学最厉害 在我们系统里面 他就是不厉害的 可是他数学很强 他就一直转转到数学里面去 我问你 同样这幅画 我是看有 我认为他是天才 我叫你妈妈 快送出去 北部没在相信 继续给他留在台湾 结果上了小学以后 他的画是怎么样 就完蛋了 就画得真的像凤梨了 老师我画了凤梨 他真的用来一张 有没有意思 完全没有意思 这跟猝蜜 就是有趣 表示那个小孩子 他的思想是自由的 在不同相度来的 跳来跳去 很有趣的一个小孩子 想到到我们的教育里面 并说 这幅度拿去小学 我请问你 老师会给几分 不把你妈妈就很 60分 你妈妈 打一个鞋子 钉子 等在旁边 对吧 我会给你注意 那是这样 你的家的小孩子 如果是天才 上去学校 都变成庸才了 为什么 因为老师庸才 老师看不见 你上去学校 等于是接受 他一个系统 把你的本来是很好的人 你都说 糟蹋掉了 糟蹋掉了 你现在还把小孩子 送到这样的教育系统 来电了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先把这创不关一下 这声音太大声了 风声 那我讲大声一点 所以这有发生一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系统有问题 来 请尽快坐下来 OK 我继续讲 下一章 如果这个学校教育是个问题的话 我很容易被打扰 抱歉 我上课的时候尽量保持 大家做定位就做定位 我没有再移动 因为我很容易被打扰 我讲的东西是思考性的东西 所以你一环扣一环扣一环 慢慢越听越声越有趣 你们也因为听过 听我说话 你的知性感性都很觉得成长 好啦 我们刚才看到那幅画 送到小学的时候 去找找大家 表情是什么 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 并不鼓励 较聚的人 较特别的人 他是整个工厂做罐头 他不一样给你做出来 如果他不一样 就淘汰了 你知道国外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什么 他说你一次学五科 里面如果你数学特别强 就一次念念到大学水准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英文不好 你就停留在一年级 就永远念这一年级 OK的 你听我的意思吗 他按照你每个人 学习的时间不同 你如果这科 比较慢 就比较慢 就等你 等到你学会 因为每个人 在不同科目里面 不是都同样 对吧 但是他在教育 逼中想 逼你在短时间里面 每一科都到一个水准 这样就不公平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方便管理 方便给你制约 方便在短时间 把你淘汰出 那些人淘汰掉 这种淘汰方式 很多人很可笑 所以我们在座 各位都欠材败 我们在教育制度里面 是被糟蹋 被压抑的 被抹杀的 不是被鼓励的 所以我们的观念 如果该做是欧洲那种 他就尊重人 他没有尊重人 这件事 他把你当作被殖民 是努力 把你宽态 所以他不是很尊重 把你修 把你栽培长大 不是 我继续再说 如果老师是个问题的话 因为他掌握教育 教育系统有问题 可是关键还是在老师手上 所以你们小孩子的未来 有一大部分是受到 每天花大部分时间 每天在老师手上 你把你的教育权交给老师 去给他去管 你自己不做 因为你免得 要忙着赚钱去付补习费 你这个整个系统跟制度 是越连越黑的 你的小孩子很可怜 白天被他这样子 糟蹋整天 晚上又上班 又继续生理的游戏规则 很残忍 我跟你说很残忍 我们的台湾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觉得很不敢 如果老师出问题 我现在就开始讲一个例子 我以前是在美国东岸 一个长城城学校念书 念研究所 我们一个状况就是 我们期末考的时候 会把作品拿出来 台下做艺品家 像这样艺品家 艺术评论家坐在下面 他你就作品摆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辩护 为你的作品辩护 随时可以当老师给你 那些老师都是从全世界出名的 艺品家给你带来 说话都很不客气 但是都对的 所以你会因为他的批评 而得到长进 越来越厉害 这个中间 有一天在期末考的时候 突然有个日本教授站起来说 你没有去过欧洲 我说奇怪 你凭我的话 你就针对话讲就好了 说到我没有去欧洲 是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这件事情就耿耿于怀 因为班上所有人都去过欧洲 只有我这个有台湾 如果他不能去购 就回去就确定要骂 今天那个日本教授 告诉他我不能去购欧洲 他也说 不然这些衣服你就会回来 暑假你会回来 我给你送去欧洲 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到欧洲去 可是我一直纳闷的一件事情 我待会要讲 为什么这个教授 光看我的作品 就知道我没有去过欧洲 这就有趣 其实这里面牵扯到很多 牵扯到他观察东西的能耐 有解码器 还有他一个视野 他可以看到我的作品 对他来讲我们是这样 我是比较切的 所以他看你看得很清楚 甚至于要看到你去过哪里 很有趣 我以后再 待会再慢慢讲 下一张 结果我就到欧洲第一站 我那时候参加团 我就想说 参加什么团比较好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团 那时候台湾的经济 不错 大家都去过世界乎走 我就选一团是 退休老师 国小老师 台南一个退休国小老师团 至少不是采购团 不是去买东西 不是去买东西 欧洲第一站 那老师退休老师 少说是师大 以师专比较 都高级知识分子 再加多那多年 应该很有经验 到初一站 不是在这里 谁知道在这里 谁知道在哪里 谁讲 有人知道 你有去过 圣米德大教授 你是上过我的课还是去过 去过好几次 上次我这边是在意大利 住了十几年来 刚好证实我讲的内容 这些圣米德大教授 什么时候盖的 十六十七世纪 为什么我讲十六十七世纪 盖了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建起来 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是没有钢古结构的 我先跟你们讲 不是钢古先造成这个东西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钢头盖起来 都是大理石去堆砌起来的 建筑结构 一百多年把它盖起来 待会再看里面也更吓人 以前这是人 这都是人 人最高在这里 走到这里 变成一点 你才知道比例 我让你们知道比例 到后来这一扇门多高 已经差不多五成楼高了 上面任何一个雕塑 一线人放在那里 外观 三战老 任何一个雕塑 十二个门徒 任何一个 三战老观 下一张 再近看 更清楚 上面是不同的使徒 一个人差不多这么高的话 遭过三战老 怕死人 是不是 圣彼得大教堂 待会我们就进去里面看 前面就是这样子 后面有Sistine Chapel 不同的地方 下一张 从上面往下看 这可以往右移一下吗 还是不行 它不行 下次我来调整那个图片 它现在跑掉了 从上面 你看看整个凡蒂冈 包括部分 凡蒂冈是在罗马里面的一个 在意大利里面一个小国 另外一个国 可是这个国家 控制全世界的天主教徒 跟大小没有关 跟他全力 下一张 这里面 多漂亮 富丽堂皇 对吧 有烫金 那这里有一个一个的Srine Srine 就像神看一样 里面在刚刚那个大雕塑 放在那里面 栩栩如生的 像巨人一样的放在这里面 第二战也放在那里面 前面人座的椅子只有这么高 红衣主教在那里面 你们看过那个达文系节吗 他们在选历任的教皇的时候 红衣主教在那边开 在那边有开会聚会投票 来 下一张 往上看 有漂亮吗 漂亮吗 很漂亮 十六十七世纪 四五八年前去的 盖这样子 而且石头 也没有钢骨结构 也没有起重机 有没有想 那时候工程技术做的 来 下一张 我刚才先跳 Trivalize 就是 我先跳下一张 先不讲那个字 这里面有一个雕塑 就是圣母玛利亚跟耶稣 耶稣被钉十架 后来钉死了以后 就被拿下来 放在他的手上 Pietas 他的下一张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要告诉你们一些东西 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 回到刚刚那个教堂最漂亮的地方 我们再回来走这边 抱歉 富丽堂 你看到这些 你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 应该就很兴奋 对不对 觉得很伟大 他说这个建筑物 人类在几百年前冲成这样 这么漂亮 对不对 结果那时候后面出了一个手 害我整个人 弄不住 他说什么 这个没什么 跟台湾廟同样 比较大小而已 老师讲的话 我听到这些多人兴奋 我说 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想完了 这一团我跟错了 果然没错 接下去隔一天到哪里 到欧西美術館 澳塞美術館 澳塞美術館 导游排得好好的 我都去看 我一到那边就马上看图一张 越看越高兴 以前课本上的东西 现在都是原作我都看到了 这丁老师就没记了 我说到哪里 结果等两个小时 我看完以后到Coffee Shop 就是那个礼品店 那老师都坐那边 我说 徐老师 你走那队去那久 我说看桌 那工夫要做什么 坐在这里喝咖啤 我说有没有搞错 我花那么多钱 来这就要看原作 那花你都不用看 那不用了 那切点就在买 那一部分都给你印象片 还有说明解释 完蛋了 这点老师变成这样 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他们习惯看复制品 没办法看真品 习惯看假的 书上的东西 没办法看真实的东西 就跟现在上网的那些宅男一样 只会看网路上的美女 真的十字世界的美女 把你吓一跳 真实的世界 美女是会流鼻水的 每天要洗澡 上厕所会臭的 会变老的 她的美是一辈子的 她不是只有那一刹那 所以你欣赏女生 应该欣赏一辈子 你跟她一起过日子 一起打拼 这种美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了 对宅男们看不到了 因为宅男只能看照片里面的美女 支支拍那种 眼睛大大 用化妆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 複製品取代 真的东西给你惊一条 我们都喝假的 飲料也是假的 吃的也是假的 谁都假的 你就自小的 你假的世界里面长大 你现在连国家也是假的 中华英国也是假的 很可憐 台湾人很可憐 你自小的都把假的东西刺得大 故事也是假的 不是吗 不知道真的东西怎么样 闭开来 闭掉了 又闭掉了 就是现在的台湾人 你们算在座 各位不简单 听到真理就来了 看到真的东西 看到真的东西 假的就要走掉了 就是这样 说到这个 那天老师说的 是什么意思 对我来说 那叫个早谈 英文叫做trivalize 下一个字 就这个 make something seem less important 或者比较不重要 or 比较不复杂 比他原来有的 还第一好几集 就是本来在那些高的水準 把他挤得很激 那还跟他走他 女生一定有这个经验 你好不容易打扮很漂亮 去参加 他跟男生一起晚宴 吃晚餐 他都没有给你看 从头到尾买多骨干 到头到尾买多骨干 他会说 是不是糟蹋 是啊 你用心在做 而且做得很好的东西 他用一个 把你贬低的方式 一句话就把它解决掉 就是糟蹋 鲜花抄在牛分上 就这种感觉 对吧 我们台湾人也是很好的本质的东西 去给旅逢政府造谈 用这种教育方式给你造谈 把你变得微不足道 把你放得更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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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够 一台又一台给你练 他就很高级了 干嘛呢 所以台湾人都要找起来 下一张 我现在说到这个 我想说奇怪 那个日本老师怎么知道 这段老师是怎么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从事教育 我就要想 咨询国小老师发生什么问题 后来得出几个结论 一个叫什么 叫他们基本上没有这个capacity 没有这个能耐 什么叫capacity 就是整个堂上的菜 放在那里很多很好吃 但是你吃不下去 你肚子只能吃几口 只能吃几口 这样就算了 你没有这个能耐 那这群老师看到这种美丽的东西 也没有这个能耐去消化 就变成了 对吧 一个是能耐 第二个是解码器 他看到对他来讲是乱码 看没 这什么东西 他只能用过去看廟的方式 来看这些事情 远超过他想象的事情 跑出来了 所以他没有解码器 他也没有这个能耐看 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中当然有一个老师很特别 其中我要特别讲 也不是所有的老师 其中一个女老师 刚到法国的时候 一看 这个一下飞机就说 这不对 这四周的环境 跟我台湾在来 什么都没有 他马上跑到精品店里面 把衣服整套换掉 换完走出来他比较舒服 为什么 他对颜色这个东西 会欣赏 也有感受力 所以他会跟这个互动 这表示他在color上面 很有sense 也有这个语言 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什么 能耐 他有这个能耐 capacity 这个东西牵扯到 语言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的语言 我哪有中文 英文 法技 日技 所以我的世界一定比你只懂 一种语言 中文的 一定是 的 这就是牵扯到capacity 你的能耐 我所有的新闻资料 我都做各种语言去看的时候 我的世界当然大很多 没错 就是capacity capacity牵扯到是语言 可是语言不光是讲话的语言 还有什么语言 还有刚才那个老师 那个色彩的语言 对不 还有fashion 流行文物的语言 也有什么 食物的语言 你如果不会这种语言 你就糟蹋 比如说 3000块一克的熟成牛肉 你要怎么吃 不要吃的人 就不走 三千块 你把它糟蹋掉 红酒一罐都吃一万块 那时候台湾就 每一个晚上喝了十几罐 笑 我花多少钱 你在糟蹋多少钱 你在糟蹋多少钱 因为你没有那个能耐去欣赏 这种东西 了解吗 那叫糟蹋 所以我现在讲说 你要 那你要怎么样吸收这东西 就要增加你的能耐 怎么样增加能耐 就要增加你的语惠 怎么增加你的语惠 你就要多学 不断的学 你一世人 其实现在你听到我之后 你就要改变你这个人 你要学不同语惠 不能只是过去人 那几件事 那不够 因为你过去这么狭窄 是因为什么 受限于这个教育 要不要当奴隶 奴隶不需要知道太多 奴隶怎么需要知道高级品 你等一下 生存下去就好了 我现在增加台湾人的能耐 特别你们是高级公 要当公务员 所以为什么要讲艺术节 艺术这个东西 不是给一般努力的人听的 听不懂他也不需要知道 但是你一旦是高级的官员 你要有这种羞耻 这种能耐 我讲这个是要增加你们的能耐 你们要想办法去学任何一种语言 开放心去学所有的东西 语言越多越好 现在我们是第一个大国 多学日文 受美军占领 学英文 你如果只知道中文的话 你的资料全部是中文世界 中文世界里面的观点是不对的 他们是受过限制之后的讯息 你看那报纸新闻都有固定的方向在报导 不合他的东西一定是筛选掉的 所以你只看中文就只有中文世界 像你就要从世界各种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 像跟那个小朋友一样 他看一个凤梨 各种角度去看凤梨 看得都多彩多姿的世界 过去像画一种凤梨的人怎么办 就永远受限于那个世界里面 那就是过去我们的教育 现在要把台湾人偷起来 所以在讲艺术节 要不然我们民进府最终的口 很重要 这个看不懂你也不可能看法理 法理也是各种角度 去把台湾的真正地位给抓出来 因为中间很复杂 好 下一张 这个 在这个教堂里面 我现在就马上就给你们解码器 比如你看到这个东西你怎么看 可以看看 我才说台湾人不可以看 你看这个 很漂亮很漂亮很厉害 下一个 导游都是这样带的 所以那时候我也不参加台湾的导游 我就说我去听隔壁 法国人是怎么说的 雕塑 果然没错 一听了之后吓我一跳 我说 原来同样是旅游团 哪有差那么多 它的价值不能比较低 可是人家讲的内容非常丰富 台湾人过去 因为是制造业出来 所以你看什么东西 只能用制造业角度来看 所以看不懂艺术 艺术对制造业来讲 不知道什么意义 它价值在哪里看不见 但是我现在就一步一步 有制造业角度给你割 看这雕塑品 我先讲 就制造业的角度来看 这是叫做大理石的雕塑 它像整粒焦头 一颗石头要磕出来 怎么磕 不小心 太大力断掉了 再倒掉 过去不行 那手指头断掉就是断掉了 你要重磕 你再找一块大理石在重磕 一体成型 一个雕塑这样 挎到旁边 我就讲 你们既然制造业 我就讲制造业语会给你听 材料一颗台里酒 一人去挎 顶多有徒弟 去让他收拾一些东西 挎到这样 厉害又在这里 又在这里 同样一颗大理石 刻起来 人肉要像人肉 皮肤要像皮肤 布料要像布料 同一颗大理石 我没叫你加什么贴 化什么颜色都没有 同一颗大理石要有不同的材质质感 女生要像女生 男生像男生 那边说 衣服要像衣服 衣服的皱褶要像怎么样 华人要纏华人 西人都要纏西人 對不對 你不能 躺在那边 到底是活的还是你看不出来 他看得出来 非常清楚 对不对 好啦 那台湾后来慢慢进入到服务业 服务业是什么 就开始在讲一些什么 創意产业 拍电影 好讲到拍电影 我问你拍电影里面有什么 他怎么吸引你来看电影 一定有剧照 对不对 他一定做个广告说 这个是叫做黑暗骑士 然后广告一张图片给你看 他如果选错照片 你会不会想去看 不会啊 看起来好像蛮无聊 不要去看了 对不对 除了名字要取得好 那个剧照也要选得好 那叫做定格 剧照是不是一个连续动画 可能你上网YouTube看一看是连续的 但是你一般看到图片是定格的 定格你就要选那个最精彩的画面 对不对 雕塑家做一样的事情 你雕塑又不是连续都雕个一千个 然后就连续看 不是啊 一次只能雕一个 所以你一定要定格 只有这个最好的pose 最好的知识把它定下来 把它画下来 他为什么选这个知识 为什么选这个知识 他是一个好的导演 显然这个是在故事的高潮 那为什么是这个高潮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他的表情是什么 他是玛利亚 玛利亚表情是什么样的 哀伤不太简单 哀伤太简单了 讲哀伤谁都会讲 所以你就缺了什么 解码器 怎么去看这个表情 我跟你讲 在戏里面演戏 表错情很难看 对不对 明明应该 或者过头或不够都不对 对不对 表演过头 这个人太夸张 看不下去了 表演不够 他就不要演 不要演 对不对 恰到好处 雕塑家也是找到 恰到好处 那个表情的时候定格 给你看 所以他选这个moment 但是你光这样看 看不太好 我跟你讲 再讲一件事情 你们买一辆车子 会不会去做研究 或者买一辆机车 会不会去研究它性能 省油率 然后它的 对不对 分寄付款的价格 那车子是什么能 哪什么时候做 会啊 你们买一台冰箱 会不会检查它有什么特殊功能 会不会 会嘛 后面同学请赶快 尽快坐下来 因为我会打扰我的上课 尽快做定位 会不会 一定会啊 你买一台冰箱 会不会做study 说这地方方圆 百里是什么样的 一定会嘛 那为什么来看艺术品 你就觉得 我乡用一个人 一块人来这看就看我 一定要做研究study 对不对 物理学家写一个程式 1等mc square 你期待你要看得懂吗 不会啊 物理啊 太浅我看不见 那为什么你觉得 艺术就要那么简单 让你看得懂 好啦 那我现在教你一步一步 刚才只讲制造业 我讲到后来服务业 现在进到另外一层次 你要有解码器才看得懂 它的表情 为什么这样演才对 我首先给你一个解码器 叫基督教解码器 整个西方 因为我的艺术教育 是在西方授的 我没有在台湾授过 我本来是学电脑化 念气管 都在西方国家 所以我不晓得台湾是怎么教 但是 他们一定会从这个 基本的解码器做起码 你不知道基督教 你怎么去解读 所有的西方艺术品 几世纪的冬太 你都看不到 所以我先跟你讲故事 给我七分钟时间 我要跟你讲什么叫基督教 在座知道基督教是什么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 不举手的是什么 再举一次 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的请举手 蛮多的 好 那我就讲 七分钟你就学会 不是很快吗 七分钟就知道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我跟你讲 很简单的讲 他不是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劝人行善 我这句话有没有讲错 大家有没有觉得 基督教怎么不是劝人行善 我以为宗教都劝人行善 偏偏不是 基督教不是劝你行善 反而你特别去行善 反而进不了天国 基督教主要的目的不是劝人行善 第二个 基督教不是什么 今生寄托 他不是 我用反的方式来讲基督教 他不是精神寄托 我觉得所有宗教都精神寄托 你如果说不是 偏偏不是 基督教不是叫你加入一个宗教 我就看你们有毁育 受洗不是加入教会吗 偏偏不是 他主要目的都不在这里 基督教最重要核心在什么 救人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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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救人不死 我参加过基督徒的这个什么 追思礼拜 那我叫人 他不是死去 我还看基督教墓园 怎么救人不死 徐老师你说的 很夸张 没有 我们讲这个东西 我们是从定义讲起 不是理性 我们明正午讲的就是理性 推导 也没有跟你输出情绪感情 都没有 什么是死 by definition 叫做separate 分开 就是死这个概念 在原文的意思上面是分开 把东西 比如说你灵魂离开身体 是不是就死了 分开 那基督教的定义有两个 另外一个死就是你跟上帝分开 separate 分开 什么叫救你不死 就是让你灵魂回到肉体 什么叫不死 就不分开 那你跟上帝的关系 恢复来往 所以在神的眼中 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的话 就形同死人 知道吗 因为他分开 我们回到定义 对不对 救你不死就让你不分开 灵魂回到 他说我也 那身体死掉了 腐化了 烧掉了 很简单 身体是上帝创造的 他再做一个 你又回到身体 就是复活了 重要的是 你跟上帝的关系 恢复来往 就是不分开 你就活了 救你不死 就是让你跟神恢复来往 跟你的灵魂回到身体 就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 不分开 基督教讲了 上帝跟我们概念 神不一样 神鬼不一样 基督教的是什么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原文的定义是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他有一些特性 公特性好像是物理性质一样 他是有一些个性 他绝对的公义 绝对的慈爱 他会怜悯 他也是圣洁 他遇到污秽肮脏 就不能忍受 所以是怎么样 他是圣洁 就不能跟污秽在一起 不是不能忍受 我现在是用人的语言 他是创造者 不可能有这个概念 但是呢 你就会问说 为什么会死 你下一个问题要问 合理的发问 下一个就是 为什么人会死 那就很奇怪 为什么人要死 那就免不了 要讲另外的定义叫做罪 根据基督教来讲 人是因为罪而死 那什么是罪 罪跟你现在 我们在社会上用的罪是不一样 罪是sin against 是对其他相同类的人犯罪 但是那个原文的叫sin s-i-n 原文的意思叫射箭 没有射中靶心 射箭没射到那 忘了 不去射到靶心 那叫罪 那是罪的定义 那平常我们以为是那样 可是因为人因为罪 那上帝又有一个特性 本性是圣洁 所以你一旦犯罪 他就要把你跟他分开 一分开就是死亡的开始 就是死亡 现在了解了 那问题是什么是罪 那有意思 我哪有罪 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罪 那你要看罪的定义是什么 刚才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 基督教其实好几个定义 大概一个比一个言 我随便讲 你只要犯过一次就是犯过罪 不能说这些话小时候做的 现在不算 没有 犯过就是犯过 第二个 你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 那是耶稣讲的 看见妇女心里动了一面 就是犯了奸淫 那是按照这标准 下人跑不掉了 所以如果是因为这样的罪的话 世人都有罪 所以大家都接受那个结果 就是要跟上帝分开 就是死亡 就这样 那救你不死就让你 怎么样 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故事 有个法官坐在这边 审判案子 犯人抓来说 你偷了面包好 五年徒刑 你杀了人死刑 下一个 判不下去了 为什么 判不下去了 他儿子来了 他儿子被抓来这边 因为他儿子犯罪 法官可不可以 因为他是他孩子就不判 不行 他这样子不公义 但是他要判的时候 又不甘 因为他爱他 所以又爱他 又要保持公义 这就产生一个 叫什么 矛盾状况 英文叫dreamer 就是两男 处于两男 不能解决的状态 dreamer 那这是怎么解决 法官怎么解决 可不可以这时候 其他的人保释他出去 有啊 在法院里面说保释 没有罪的才可以进来 把他保出去 交了赎金他就出去 可是问题是 全世界人都有罪 有谁有资格替他保释 没有啊 可不可以其他犯人帮他保释 说大家要紧紧紧紧出去 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有罪 都该惩罚 所以最后什么 法官自己下来 法官就代表上帝 上帝自己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上 就是为了世人的罪死的 目的就是要死的 亚收来到世界上 就是要死的 可是如果他死了 就死了 就结束了 表示他是另外一个人 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基督教核心 你要把基督教毁掉很容易 就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有没有 所以最后耶稣复活 证明说耶稣是上帝不是人 所以他才可以替人的罪死 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 我现在讲的目的 我不是牧师 我也不是传道人 我只是给一个解码器 所以基督教是在讲救赎 在讲救恩 救人不死 所以我们才可以回到 这个故事上面 OK 现在回过来看 玛利亚生耶稣 在身体上面她是她妈妈 可是她是圣灵感应 她不是透过人类的信心 会产生的 所以无罪 那耶稣就是神 以人的样式出现在世界上 他来的目的就是死 就是被钉十字架 后来死掉以后放在她手上 可是后来之后耶稣会复活 没有错 可是这时候的状态是 她还没复活 那玛利亚也是相信耶稣 也相信她是神的儿子 同样一方面 儿子死在她手中 痛苦是有 绝对 人的感情 可是另一方面 她也遇到一个更大的困难 她整个信仰快要崩溃了 就在她儿子死这件事情 她会崩溃掉 过去我信的都假的 那相对不死 怎么死我手头 怎么可能会死在我手上 这个很复杂的观念 也复杂的情绪在那边 她整个人快崩溃了 所以她的那个表情不是枯萎 也不是光是哀伤 太复杂了吧 有神学上的理由 有情感上的理由 又是她儿子 又是她的神 又死在她手上 你一个艺术家 要怎么表现她的表情 你知道吗 我给了你们解码器 现在回来欣赏这个艺术作品 你欣赏的深度 广度都远超过去 意大利罗马去旅行的人 这就是我给你解码器 你们没有民政府的法理解码器 你怎么看得懂 这政治人物跟你玩什么 政治是把你越弄越模糊 让你无啥啥得取利益 法律是把你越弄越清楚 让你回到理性 让你头脖去看 艺术也是一样 我没有给你解码器 你无啥啥 不仅无啥还会给人家糟蹋 就是这群国小老师做的事 因为他不懂 他没有解码器 他也没有这个能耐看 但是你被我这样讲了之后 你就有能耐 你也有解码器 你看得懂 艺术作品 所以你会被码器 你会被码器 这个码器不算厚 整个欧洲人他们看得懂 美国人看得懂 先进国家看得懂 NHK上个月居然有个专辑 在报道说有个雕塑家 到这边去看这幅雕像 说得很多 日本的电视 是公共电视 一般的电视大家在看 我们的电视是跟你演什么 没有出席的一大堆对话 没有深度 没有广度 你看的电视越看得懂 人越傲 水准越来越低 你看看人家在介绍什么样的内容 NHK的节目 建议大家多看 他不是这样 米子软不是这样看板上之云吗 有空去看一看 好啦 这就是Pietas 来下一张 我现在慢慢时间不够 我到几点 4点20 那我讲快点 这就是后来耶稣复活 卡拉巴就有画的 你看到这幅画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画在画什么 左边这是耶稣 先放大一下 这个人用手戳到他的身体里面 就有个洞 怎么戳到那个洞里面 一般你去看画怎么看得懂 这个人身体有洞还不会死掉 手指头还探进去 我跟你讲这是耶稣复活的身体 那时候他出显现在 复活以后显现给他门徒看 他门徒里面有个叫做多疑的多玛 Dalty Thomas 他说你是人还是鬼 他说鬼没吃东西 你把饼拿给我吃 鱼拿给我吃 他拿来吃 在他面前吃给他看 他说这样也不算 那个怀疑心很重的多玛 说我要碰得到你 好啊 来啊 摸啊 我还看你的钉痕的手 看手去扣扣扣 还看这个意象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为什么 以前为了要证明这个人死了没有 拿一个那个毛刺到这个地方 血流出来 如果主之意跟学小半分开的话 表示这个人真的死掉 所以他那边戳了一个洞 他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再来确认这是不是耶稣 所以这幅话你就看得懂了 了解了吗 这是复活这幅话 为什么艺术家要选这个话 因为这跟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的基础 耶稣没有复活一切 基督教就是枉然 所以基督教的重要节庆不是圣诞节 最重要的一个是复活节 了解了吗 这样也要看 来 下一张 好啦 我还有很多解码器 一个一个要跟你们讲 这个在广场 意大利那个广场上面有一个喷水池 你看喷水池 好多雕像 看不懂 你看不懂这是什么 我跟你讲 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 一个帝国的霸气 显现出来的喷水池 帝国的霸气 怎么样呢 它里面每一个雕塑 代表一个河的河神 以前所有的文明都是沿着河流发展的 所以每个河都有河神 他把地的市集的河神抓来放在一起 表示什么 你们这些都好多 我的版图这么大 我把你河神抓来 放在我的水池里面 怎么样 够霸了吧 这是罗马帝国做的事情 下一张 后来换了什么 法国 换法国 为什么四只脚 跟刚刚那个水池有关 地的市集 但是法国巴黎特朗宣称 另外一个帝国开始 什么 过去的帝国都是占地为王 比大地 土地越来越大 法国说 现在不是在算这个了 我们往天空发展 3D了 制空权代表你才是真正的帝国 所以那时候就有飞船飞过去 飞机飞过去 新的帝国起来 定义新的游戏规则 这叫做帝国嘛 你过去过去古老的帝国了 不算了 新的帝国出来了 法国宣称另外一个 下一张 抱歉再跳 下一张 太空船的 可以帮我找一下太空船 60年以后 法国巴黎特朗60年以后换这个 是哪一个国家 美国 发射火箭到哪里 越久 登陆越久 阿姆斯桑登陆越久 是不是 那表示什么 又另外一个帝国 在地球上不算 我要跑到月球上去 这是新的帝国 拉扎尼廖 新的帝国出来 果然是美国 下一张 再下一张 那个 月球的那一个 有沒有 月球那张图 不好意思 月球登陆小艇 没有火星的登陆小艇 帮我找一下 没有在这里的话 你从别的地方帮我找 我待会再讲 从别的档案里面帮我找出来 等一下 结果呢 在2012年发生什么事情 他在找图片的时候 帮我找一下 2012年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发生的那个探索到火星去了 到火星了 你找得到吗 小菜 找得到吗 帮我找一下 等一下 好啦 那现在宣布了另外一个科技的发展 跳这一集就跳很可怕 你知道地球到火星的距离 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倍 有没有人有概念 地球到火星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倍 随便猜 有没有看 讲一万太可怕了 我给你讲 一千五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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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你 到地球到月球的一千五百倍 这就是登陆小校的好奇 好奇好 curiosity 他这个就等于 等于开一个SUV修旅车道 把他送到火星上去 他可以在那边好几年 持续的收集当地的石头 拍照片回来 持续好多年 现在的科技更厉害 在地球上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这台去人没有去 人没有到火星 是这个机器到火星 现在不用人过去了 这是在实验室 在地球上面做的实验 先做OK的时候再送过去 不是这个人到火星上去 火星那边没有人可以活的条件 连太公衣都没有 都没有用 下一张 这是第一张到火星的时候拍的照片 再下一个 回到刚刚 我刚才讲的是帝国 那我给你们讲的是解码器 要不然你看不到 一大堆什么喷水池 看这雕塑 你看到有 但是我给你解码器以后 完全清楚 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艺术的 这巴黎1889年的巴黎 1889年就这样 1895年 割让马关条约 对不对 1889年的巴黎 下一张 这是以前壁画 这是一万五千年前的壁画 在法国南部 待会这些会用得到 一万五千年的狼 画的马跟这些动物 跟这些动物 也属我们现在有的 OK 那我跟你讲澳洲也有 来下一张 刚才是那时候的画 来下一张 我艺术解码是要告诉你怎么看抽象画 因为台湾人都停留在巨像的世界里面 抽象看没 我们大概停留在这 叫印象派 我们大概停留在这边 下一张 这看没了 这你就看不懂 1907年 这皮卡索就画后面这种抽象画了 你们的阿祖 清朝以前 一阵 皮卡索 这皮卡索 他画是抽象画 那个时代已经进到这个地步 画这个你们看不懂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看不懂 看有没有 看没 我给你们一个解码器好不好 回想你第一个 第一个我教你们小朋友的东西怎么看 来一个杯子这样 你只会这样画杯子 对不对 同一个时间里面你的观点改变的话 从上面往下看 杯子这样子 对不对 杯子这样子 对不对 看人也是这样看 鼻子从这边看 眼睛从那边看 从不同角度看 那同样放在同一个地方上面 都在一起 这是人 就是意思就是说 当我一个人在这边不动的时候 你看人不可以只有这样看我 从上面也可以看 旁边也可以看 了解吗 这同时存在的东西 观点改变 时间不动 观点改变 时间不动 来下一张 为什么要介绍他 因为皮卡索说他偷人家的概念 他为什么那样画 因为他学一个人叫塞上 塞上他早期画的 就在San Victoria Mountain的前面 他就住在那边画 来下一张 就这座山的陶琴 他就买一栋房子坐在前面 每天画这个山 下一张 塞上画到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 要交谈的人请到后面办公室交谈 在我上课上没有交谈 画到这边变什么 你看有吗 来在座有谁写声的 有没有 有写过声的 写声的 画画写声 出去外面郊游写声 有没有 都没有啊 你们的美术科都拿去上数学课了 是不是 有没有人写声 都没有 去外面写声都没有 那可怜 小时候嘛 不管什么时候 小时候有写声 也算嘛 小学一定会老师带出去写声 请问里面写声的时间多久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 有人半天嘛 有没有人一秒钟的 很荒唐对不对 写声有没有写一秒钟的 我们回去刚才看那些具象 来来来 选一张具象的图片 具象的 比如举例也说 写声如果从早上画到中午的话 那个太阳是不是换位置 那为什么还在画早上八点那个照片 你骗人对吧 那不是写声耶 你在编故事耶 太阳都从这里跑到这边 太阳影子都换位置了 你怎么还给我画早上八点钟 带你来上课的时候画的那个幅画 那不是写声耶 我是老师一定把学生抓了 那回到赛上那边 所以现在就发生问题了 你们到底在写声 还是在写你脑袋里面记忆那个图片 显然是后面的嘛 你不是在写声嘛 写声应该老老实实 我看到谁都画什么东西 那叫写声嘛 所以赛上就是一个老实的画画的学生 了解吗 他是一个老实很高兴 老实叫我看到这就画这 所以他调颜色调一调 就涂上去 涂上去 颜色又变了 云过来了 那一块颜色变了 他再调新的颜色再把它涂上去 会看了吗 所以他这个画应该是什么 他如果画了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来的记录 这幅座山的记录 对不对 他如果画两天 一个礼拜 就是一个礼拜的记录 都在这幅画里面表现出来 所以刚刚是时间不动 观点改变产生皮卡手 他是怎么样 时间一直在变 位置不动 对不对 所以他是这段时间所有的 视觉上的记录 所以他有时间在里面 但是塞上是一个很老实人 所以他没有变化很多 反而是皮卡手对于这概念 把它偷过来 做了一个转换 变成时间不电 观点改变 来下一张 这样会看到吗 所以这产生什么问题 噢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来了 为什么 观点改变 什么都可以是医术 谁跟你讲说画画 一定要画在二度空间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所以有的人就把 他说大地是我的画布 我插壁雷针 雷打下来雷替我画画 所以就产生大地医术 有的人笑 他就把山上拿一个推土机 把山上的土都推到海里面去 绕一个圆圈圈 有厉害吗 这也是艺术作品 这也有趣 有的人说画画是概念还是作品 作品比较重要 视觉的重要还是概念比较重要 有个艺术家说 那我把它拆开来给你看好了 这是实际上的椅子 画出来的椅子 字典上定义的椅子 都会分开 我现在都是给你解码器 教你怎么看当代艺术 这个潘多拉盒打开了以后 就各种艺术都可以 有的人把每天报纸上看到的连载漫画就画出来 像左下角那个 Roy Lekkenstein 他叫每天那个 那个是另外一个理由 以后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讲那个 下一张 有的人 你看这个船这么小一只 他把整个岛用粉红色的塑胶布把它围起来 好玩喔 你们没看过嘛 对不对 下一张 还抽象 画画一定要画像的吗 像人说的 纯概念 就是像什么 错了 你问错问题 它不像什么 它不是要像什么 它是完全抽象的一个世界 有这样子的 有纯颜色 还有用拨的 用傻的 叫Jackson Pollack 这叫Richard Dippincorne 叫Sightwine 不同的艺术家 有趣吗 Sightwine已经过世了 已经九十几岁了 我不再讲现代艺术 我在讲八九十岁的人 你们是不是台湾人输了 输了一百年以上 我跟你说 你们现在创意不叫创意 因为人家老早做过了 一百年前做过 下一张 你看 用噴的 我们这里面 如果有一个年纪的 我们有一阵子 我们墙壁的那个装饰就是用噴的 墙壁上 那是学人家Jackson Pollack 下一张 这就是 又看不见 William Dekuny 下一张 这就是Andy Warhol 大家都看得懂的 他说 为什么所有的艺术作品 都放在美术馆 我都看不见 他用大家浅血易懂的东西 那些都普普艺术 他就把一般日常生活东西拿出来 牵上名就当艺术 像春上龙 像那些 Andy Warhol 就是这样 来下一张 瑪莉联盟路的照片 拿给你看 来下一张 说到那个 看到这个还会去看黄色小鸭吗 不会啦 素质太低了 品位太差了 这狗好不好看 就花啦 颜色啦 品味上都比鸭子好看 这才值得你花钱去看 20万人给它销一下 那都是资源回收人 看不见 鸭子 塑胶催气你也看 这个啦 要看就看这个 小朋友这么高而已 下一张 这是1907年的纽约 有没有吓一跳 1907年的纽约 已经高楼大厦 已经有钢古了 你看 难怪是帝国 1907年去纽约 1907年的纽约 这是那时候 18多少年的所有纽约 你看电线感这么多 吓死你 以前电线感真的这么离谱 整个都市里面都是电线 纽约 不要看到 密密麻麻的线 你看 几千条的线在天空 不可思议 现在的纽约 在这边 我只是刚刚告诉你 纽约怎么对变 一个帝国怎么起来 下一张 讲到生存解码 生存解码 在上次我已经讲过 我今天给你们很多解码器 才让你们看得懂很多东西 但是你不可能一次消化完 所以你忘了听 我就尽量说 人打出席一阵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这个人存在 透过谁 透过妈妈 我打出席一阵 妈妈把我打出席 妈妈把我打出席 肚子饿 把你打出席 打出席 打出席 你慢慢就认识跟妈妈互动 妈妈互动完了以后 家里的其他成员来 弟弟妹妹跟你玩 爸爸来给你打出席 你就慢慢建构说 我是谁 我被重视了 我很重要 你的存在感就出来了 慢慢存在感就强了 存在感强的人 学习力强 学习力强 以后竞争力也强 得到资源也多 对不对 如果相反过来 如果小时候 肚子饿肚子饿 妈妈给你打出席 小孩子会哭 那怎么回事 你的期待跟真实的状况相反 如果哭又被打 那叫受虐儿 小孩子被虐待 顛倒过来 受虐儿是什么 存在感就弱 你在建构你的存在感的时候 被人家否定掉 我以前去过育幼院 去照顾那些小孩的院童 我办很多活动 就是要来吃 让他玩 让他快乐的 结果总是有一两个小孩子 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给我出来 我说出来玩出来玩 没了 他嘴巴继续咬糖 他吃照吃 可是他不需要你知道他的存在 他被逼抖了 为什么 后来我就知道 这些都是受虐儿 小时候被否定 在建立他的存在感的时候 被否定了小孩子 他不希望人家知道你的存在 台湾人就是这样 我们是受虐儿 我是台湾人 不是 你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你是中国人 台湾人在建构他的存在感的时候 被否定 不仅否定 还给你另外一个名字 给你套上去 台湾人很可怜 台湾人是受虐儿 所以我们受虐儿的性格 也有奴隶的性格 但是我们当受虐儿 当奴隶是怎么样 是自己自己允认的 是你自己选的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们战败 我们战败 再基隆当奴隶来处理 被当奴隶来虐待 才受到奴隶式的教育 才有今天人 现在有机会让你偷拍起来 这就是存在感 OK 存在感我先不讲那么多 存在感越激越大 变成一个家庭的时候 变成一个族群 比如这种人比较强 跟另外这种 为了什么 为了水的 为了地 在那边争地的时候要怎么办 修台 比较强的就是弱的 就把你赶走 要么全部把你杀掉 这地是我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部落越激越激越激越大 以前大度亡国 已经变成一个王国 在日本也有各种王国打来打去 美国也有中国也有 都是王国互相杀来杀去 王国越多越大 更大的国家 像美利坚合众国 像更大的话变国协 像英国 是不是邦联 你没人敢惹他 因为他太大了 你打一个等于打全部 谁敢打 对不对 你又不敢打 所以这种就是 很残酷的生存的竞争 你台湾人就是现在给我们打败 给我们变成这样 但是台湾人认同错的时候 你就参不了兵了 因为现在有更大的战争要开始 你要选对边 我先不讲太多 我刚才说 连你自己的名字都顾不出 说你是谁 他敢打不到 所以好像什么 好像你被鬼附身一样 中国是一个鬼 你知道吗 中国流行政府是一个鬼 为什么 他没有土地 只有金门马祖两个牌位 他是死掉的政权 活的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才是真正的代表中国 那这流亡是什么 流亡都是这些孤文野鬼 到处找地方住 他找到一个地方叫台湾了 要定了 要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就是用骗的方式 附着在台湾人的身上 所以我当时说 国民党不是政争吗 我会说中国鬼要走路 台湾人的冬季替党 就是在台湾的本土派 躲在国民党里面 本土派 要想要就地合法 要由中华民国 在台湾搏下去 那就是中国鬼要走路 台湾人的冬季替党 靠这冬季来探家的媒体 都冬季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现在台湾人的冬季替党 我再讲一个故事 以前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格拉森 格拉森这个地方是天然的石灰岩洞 专门放尸体 因为一个一个洞 人死了不用带 就直接带来就好了 结果耶稣就跨海到一个地方 就格拉森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被鬼附身 鬼附身就是他身体很有力量 就到处乱跑 铁链把他绑也绑不住 所以最后 来那边请安静一下好吗 我在上课 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人 就冲来前面说 永生上帝的儿子 我时间不久了 你现在在看我照 也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打不出来 他说我的名字叫群 群是什么意思 一丁一丁不怕 为什么叫群 因为傅子佛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那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 你台湾人去给中国鬼附身 人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中国人 就是鬼替你回答的意思 了解吗 你无法说出自己的真正的名字 看来耶稣把鬼赶走的时候 这人就醒过来了 他就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我们现在民政府在法理 法理真理让人得到自由 你了解法理之后 你自由 你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醒过来 你蹭起来 鬼没有在附身了 法理让你蹭起来 让台湾人蹭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我是谁清清楚楚了 福尔摩沙人 刚才这个斗已经六万年了 高砂厨身上流的血 不要跟人们沾 没有在混的 一直到最近几百年才有 葡萄牙人 荷兰人 和中国人 走来这里跟你沾 真正主要的血液 还是住在这边六万年 我们是他的祖先 他才是我们这边出去的 上过我课的人 台湾史的人 就清清楚楚 对不对 下一张 这就是我们的迁徙图 我在讲DNA 现在因为科学证据 我不是在讲故事 我们在讲科学证据 用棉花棒在口腔里面挖出来 现在西方就有一个 国家地址杂志 你们可以上网自己去查 都不要我查 国家地址杂志 用口腔黏模板弄出来 DNA抽出来 你每一个 有一个变异之后 你的细胶 DNA的排列组合里面会改变 所有你的后代都跟着你一样 所以他用这个来倒追人类的历史 现在六十一万个样本 抽出来 把人类的迁徙图抓出来 人最后是从哪里出来 从非洲那边 分成三支四支 往外面扩张 其中有一支 叫做M174 就是我们的祖先 在这边 非洲北部 印度 印尼 然后到台湾 现在应该叫福尔摩 就不叫台湾了 福尔摩沙 然后到日本 到韩国再进到中原 所以中国下是好几个 有不同的人种进去的地方 所以谁是雜种 他们才是雜种 我们的孙 住在上面是M174的后代 我们都是M174的后代 你后来的人不够多 跟我们人 第一代一半一半 那时候不准带家眷来台湾 只有汉人 要带着金子来这边撒 一定带北部座的女儿 一半一半 第一代一半一半 第二代四分之一 第三代就没了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你是中国人 那是 但是他用其他方法控制你 他说 他用他的语言 他的姓氏 他的宗教 所以来这里要去廟 去乡 就说你是汉人 不是啊 我的血不是啊 现在有科学证据告诉我 我不是啊 不是要怎么样 搞清楚你自己是谁 雖然你搞清楚你自己是谁 并不表示你可以活下去 我举个例子 印第安人在美国 是不是也是印第安人 很清楚他的血统 可是他 叫北人贯啊 对不对 毛利人呢 在纽西兰呢 现在北人在通地啊 台湾人呢 誰在通地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抓另外一个 叫法理 你凭什么在这边继续下去 虽然我住六万年 但是你看 实力的问题 这是实力上的问题 你没有材料到这边人玩嘛 那唯一是什么 赶快找到一个墙的 靠在旁边 这是台湾人 拜 不然台湾人没去耶 福尔摩杀人会不见耶 你的血统沾就没去耶 再给福帽来台湾 福帽你听不懂 我解释一下 简单来听 昨天晚上有讲 但是我讲得更清楚 几年前我到 带学生去北京 北京去访问 到宜和园外面的时候 错 好听像是打二胡 很多人也会在那边看 他那个功利 一定比这个国家国际院的租国 厉害 但是 chapter 他在外面路邊在撩 撩一下 大家聽好聽就等一會 一千兩千要等給他 等給他之後 我就跟學生說 機會教育 我說 這個人來台灣一定當首席 可是他在家 只要求藍衫 中國你要找一個 跟他那麼厲害 親切多一千人 一千個人像他這麼厲害 台灣為什麼他一個月可以拿十幾萬當一個首席 因為他是台灣人 因為他住在台灣這個地方 他才可以有這個薪水 他如果到中國沒有人理他 因為他實力不夠 因為你在台灣你受到保護 你如果開放是怎麼樣 這一千個很厲害二二湖進來 還有輪到你台灣人有位置坐 沒有了 了解嗎 你今天知道台灣人怎麼管的薪水 是因為你在台灣 你是台灣人才有薪水 你才有資格拿這麼高薪水 過去說 一定要跟他通的 要跟他通 目的是政治的理由 那台灣人當然要保護我們這個地方的資源 那日本人為什麼不跟中國簽符帽協定 那我們為什麼不跟美國去簽符帽協定 美國薪水比較高 我們跟他簽之後 我們的人都比較便宜就可以去做他的事情 對不對 他一個月30萬 我們不用10萬就好 比現在更贏 對吧 低價競爭 所以你要簽符帽跟誰 跟有錢的國家簽 哪有往下簽的道理 你的水位這麼高 他的水位這麼低 一合起來你的水位就沒了 你會到哪裡去 台灣人會沒了 你整個族會被人家消滅 消失在地球上 M174的後代 你要不要繼續的好好照顧你的下一代 還是為了你頭前這碗飯 沒有出席的台灣人 繼續留在中國人的後面 你要當中國人 吃拼 很慘 我跟你講 明明不是還要去挖中國 但是話又說回來 中國也不是跟我們有仇 跟我們有仇是誰 國民黨的劉王政府 中國只是我們一個鄰居 我們保持以後也要跟他做生意 我們跟他也沒有仇 有仇是把我們抬的錢 把我們抬這個人 我剛才講到生存戰爭對不對 生存的時候什麼 把對方的 一贏了之後 把對方的首領的頭砍下來 就像我們日本天皇頭被砍下來一樣 玄子在那邊 生家的人過期都抬了 但是後來覺得不對 我土地幫你佔領之後 抬了到下面要去進走 所以他把這些人留下來 老弱父母留下來 比較聰明的要跟他修法都抬了 所以劉王政府下來先把你精英殺光 剩下的人留下來繼續替他工作 進走他時間到了 稅抽回來 你繼續努力工作 好好努力 跟你遊戲規則 錢下來收回來 繼續統治你 了解嗎 這就是台灣人為什麼會在今天這個狀況 就跟你講你是中國人 讓你去認同那地方 這是政治理由 我們要提出科學證據 提出歷史上的文件 告訴你 你是什麼人 我講那麼一大串 從藝術節 就是一步一步跟台灣人 你現在看不見 因為你以前的setup 你的腦袋裡面沒有這一塊 可以去理解法律 國際法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聽雄雄來的 聽得到馬上聽得懂 藝術也是 也不是你突然來一堂課就聽得懂 所以回去要慢慢消化 我現在還有幾分鐘 我繼續再講 來下一張 可能會開始講一些難一點的東西 我先來經濟解碼好了 來下一張 這可能難了一點 我講一個輕鬆故事 因為時間不太多 二次世界戰 聽說 二次世界戰是越戰 你知道越戰嗎 越戰是美國跟越南打仗 越戰結束的時候有一個軍人回家 就帶了一個大包包 回到德州北部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拿那個包包去銀行 放在櫃檯上把它放下去 小姐我要存錢 那個小姐的櫃檯想說 先生請問你要存多少錢 我要存8千萬 那麼多喔 我不能處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去找經理來 先生我可以幫你什麼嗎 我要存錢 存8千萬 我說好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錢嗎 銀行經理就把那個 上面一堆一堆的錢拿過來看 他就說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這是大富翁的玩具錢 大富翁玩具錢 那個越戰的軍人說 我也沒有開玩笑 這個錢在我越南的俘虜營裡面 是可以用的喔 我真的拿這個錢去買古巴雪茄 我可以買牛排 我可以買紅酒 我要Service的話 我付這個可以用的 這銀行的經理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給他回一句是什麼 只可惜你這個俘虜營現在關起來了 如果還開的時候 我倒是想用一些美金 跟你換這些的油氣錢 進到俘虜營裡面接受享受 去享受啦 聽到沒有 我不期望大家一下就聽得懂 你們聽得懂就聽 這有點像1972年中國改革開放 一開始中國也有印鈔票 可是他鈔票跟外面不通的 了解嗎 然後他如果缺東西怎麼辦 用以物易物 所以跟蘇爾在邊編輯在那邊換東西 你有多少煤 我有多少民生用品 來換 因為他錢不是國際通用的錢 開放之後 等於是外面的世界人在玩大富翁遊戲 你知道大富翁遊戲怎麼樣 一開始發你兩千塊 對不對 你才能進來玩 你可不可以拿台幣進去玩大富翁嗎 不行啦 因為錢在這個遊戲裡面不算 所以你要用這遊戲裡面的錢 才可以在裡面玩 所以中國希望跟西方的資本主義 玩的遊戲裡面一起玩 所以一開始他們就發給你兩千塊 你中國做的東西外界不要了 以前做那個毛裝 或者那個腳踏車都沒有人要的 因為你沒有競爭力 你頂多是原物料而已 這樣不能加入自由貿易世界 所以他怎麼樣 給你錢 他怎麼樣 他進來錢送給你 給你技術給你資金 教導你 教導會做出他們要的東西 才你慢慢開始存很絕 中國在短時間 不是說一塊牛突然間賺那麼多錢 沒有啦 很多大量的資金進去 讓有一個想像的空間 錢都進來 錢賺多什麼 照理說你要玩這個遊戲的話 你錢賺到要怎麼樣 去改善他人的生活水準 讓他知識開放 對不對 越來越自由的空間 結果不是 他錢修來後 繼續壓榨了他的百姓 貪污腐敗 那邊說 但是他瑕疵他們人民的思想 繼續用民主主義給你練 錢修來要什麼 去買武器 如果你買武器只是為了自我防衛 那你就算了 不是 他拿來要跟人爬 還去中東那邊去買石油 準備要戰爭 所以他是來什麼 是來冰島還是真的要玩遊戲 要玩遊戲這樣 結果他越GAY越大 現在想挑戰老二 要改變整個遊戲規則 所以美國要做什麼 老二是日本 挑戰日本 所以日本的經濟 整個越來越起來了 他的經濟往下掉了 就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Social Order 因為中國就有點像什麼 Barbarian 野蠻人一樣 他不遵守自由世界遊戲規則 比如他就是仿冒 跟你Copy 破壞遊戲規則 破壞國際現狀 那這樣的人 對整個自由世界來講 當然是個威脅 威脅是怎麼樣 一定會被處理 對不對 很簡單 你的基礎是來自於 這些希望國家 跟你Support起來的 要把你解決掉也是很快 當然沒有我講那麼簡單 但是至少給你們一個經濟架構 你要進入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 有很多遊戲規則要遵守 你要follow這個 所以那時候光用草說 台灣是你的不好 所以他慢慢來講 什麼叫國際法 我們按照國際法解決所有的紛爭 所以他現在路來也追得很快 他也開始知道這些遊戲規則 現在就接下去怎麼演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我今天只是講藝術解碼 從藝術解碼裡面 好多的解碼 一個丟給你們 我後面還有一串 等到你們 等到你們 以後還有機會 再上我的課的時候 我會越講越多 我還有幾分鐘 時間到了嗎 好 今天就講到這邊 各位好玩 請下課禮 下課休息10分鐘 好 各位好玩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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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休息10分鐘 他們不是回應 請下課休息10分鐘 ni 在哪兒